据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网站5月28日消息,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近日发布,关于禁止学生赌博的公告称,近期,属地公安机关对我校周边娱乐场所开展排查,发现我校学生参与赌博活动,影响恶劣。 公告称,禁止全体学生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,凡以财务做赌注比输赢,都属于赌博活动。 参与打麻将,无论是否以财务做赌注比输赢,均视为赌博活动。 凡发现学生参与赌博活动,赌资依法予以追缴,赌博用具,赌博违法所得,依法予以没收。 赌博者之间因赌博形成的债权、债务,一律无效。 凡参与赌博的学生,取消一切评优、奖励及补助资格对已经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,将其赌博行为通报用人单位。